智障男孩第一天上学 就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只见所有的同学 竟被自己的鞋带绑在一起 而更意外的是 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来 这是一个全是堂式患者的世界 所有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人们都不会系鞋带 但这个男孩 却能轻轻松松地解开 可正是由于男孩的与众不同 在他还未出生时 医生就判定男孩是个傻子 不过父母最终还是选择生下了他 但万万没想到 医护人员禁止顾着拍照研究 完全就把刚生产的孕妇 丢弃在了一边 丈夫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拉起警报 而从他出生开始 家里的窗户上就一直有人 不管是白天晚上 始终都有人过来围观 终于 男孩到了上学的年纪 本以为能慢慢变好 但不料 他的行为更加异常 只见男孩蒙着眼睛 就能将鞋带系好 这属是吓坏了所有同学 于是从这天开始 男孩就负责起了系鞋带的事情 所有人也慢慢接受了他 可这一天 男孩来参加拳击比赛时 却再次发生了意外 由于这里的规则 是谁先报道对方就算谁赢 男孩彻底蒙了 他的对手是一个300斤的小孩 随着比赛铃的响起 男孩直接推倒了胖海 一瞬间 全场都安静了 医护人员急忙上场 但他们却没管那个胖海 反而将他抬了出去 最终 经过医院的仔细检查 他们发现了男孩的病症 竟是少了一条染色体 医护人员急忙翻找 父母也在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 于是男孩成了特殊的照顾对象 就连他上个厕所 外面都会有人补掌拍照 但男孩却非常郁闷 渐渐的 男孩开始变得孤僻 看着别人成双成对的在一起 他的心里感到非常羡慕 因为没有一个女孩 愿意和他这个异类在一起 于是男孩的心里 便产生了一个极端的想法 他来到医院 想要把自己变得正常 可就在做手术的前一刻 旁边推来了一个人 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竟然是一个系着鞋带的脚 男人立马扭头看去 没想到 这是一个同样不正常的女 此时 女人也回过头来 两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躲在床下 躲避了这场手术 从此 两人终于不再孤单 他们开始帮助别人系鞋带 但一个鞋子上的胶带 却让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世界上第一双胶带鞋诞生了 夫妻俩戴着鞋子 找到了有钱的投资商 最终 经过老板的反复操作 一个大大的点赞竖了起来 从这天开始 他们的鞋子供不应求 所有人都不再为鞋带发愁 而他们的父母 也感到万分欣慰 认为自己的智障儿子 终于有了大出息 到故事的最后 人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智障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